张博芝的官方微博今天中午宣布了张博芝第三个孩子的满月,这也证实了张博芝出生的消息,前几天这一消息一直广为流传,娱乐圈的谣言似乎终于成为事实。 然而,张博芝的官方声明也具有重大意义。 她只是剪下了自己和她的三个孩子的漫画,没有提到任何其他事情。 娱乐圈的明星们也纷纷送去祝福,却没有提到孩子的父亲。 这让网民更加担心,谁是孩子的父亲? 根据先前的传言,如果新加坡一个六十多岁的妇人不是香港的歌手,但是剧中的张博芝透露她的父亲可能是局外人,那么新加坡一个六十多岁的妇人更有可能是。 然而,今天来自香港媒体的最新消息称,这个婴儿可能是人工植入的。 这三个儿子的故事似乎比夏洛克·霍姆斯的调查更精彩。 然而,如果真的是人工植入,张博芝第三个孩子的故事听起来可能会有点伤感, 毕竟,没有父亲的爱,这可能注定是一个不完整的童年。 传生三胎后张博芝弟弟现身,开车到姐家门口然而,张博芝和她的工作室从未向孩子的父亲透露过一个字。 虽然外界谣言四起,但张博芝在窗外什么也没听到。 她的前夫谢霆锋和前岳父谢贤甚至更沉默,但他们不知道更直言不讳,这让人们感到困惑。 网友还表示,由于宝宝已经满月,作为公众人物,张博芝也可以透露宝宝的父亲。 毕竟,大家也很好奇。我希望她能给每个人一个解释,每个人都宁愿相信植入婴儿不是真的,否则这个小家伙的故事真的令人心碎和心酸。 最后,编辑觉得像张博芝这样爱孩子的女明星在世界上真的很少见。 她婚前曾说过,孩子的父亲是谁并不重要。 重要的是她真的喜欢这个孩子,只想要这个孩子,这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张博芝生了第三个孩子。 不管孩子的父亲是谁,相信张博芝都会像之前一样的爱护和保护这个小baby,从这方面来讲这个小宝宝应该是非常的幸运的呢?